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某天假日 我来到大阪 梅田 板几百货吃午餐 看了看 决定吃12楼餐厅街里的东阳亭 东阳亭是明治30年 西元1897年在京都创业的阳食老店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它的百年阳食漢堡牌 通常日本餐厅的午餐10段时间 都会有很优惠的套餐可以选 非常划算喔 套餐的前菜番茄 这也是东阳亭必吃 新鲜的整颗番茄配上酸酸甜甜的酱汁 开胃又好吃 主餐汉堡牌很特别吧 用铝箔纸包住的呢 像这样子整个包出来的 把它切开 铁板上热腾腾的汉堡牌 十一大开 我们来个麻油香 都会加奶油块 专专业的菜 按摩白超多汁 大家小心 不要买满汁 比较像我一样一口吃 有够烫的 面包沾着酱汁吃也很赞哟 那除了面包之外也可以选择白饭 吃不够可以续哟 很推荐大家来这边吃 吃饱饭发现板级百货刚好在办北海道展 就顺便来晃晃了 日本百货公司几乎每周都会有像这样很特别的限定活动 不光是日本各地展览 有时候还会有国外的展览 一口气就汇集了各种美食跟伴手禮等等 也会有活动限定的特别商品哟 如果大家来日本玩的时候也可以查查看这些资讯 哇满满的螃蟹 虽然刚吃饱但看到这些肚子又饿了 甜点也看起来好诱人哦 看到北海道鲜奶霜 且忍不住买了一只 刚好饭厚甜点 一只只只必440 牛奶味好浓郁好好吃哦 其实白色恋人除了饼干之外 还有卖奶油蛋糕卷哦 看到Royf 立马呢就买了巧克力 还有B买的巧克力洋芋片 真的胖子了 没有卖北海道并买的哈密瓜果冻耶 没有卖北海道并买的哈密瓜果冻耶 堆积如山的薯条三兄弟 我发现日本人不太买这个耶 种类也好多哦 挖完之后走到车站看看大碗百货的水时钟 但每次都很莫名其妙 就会在这边看很久 有没有跟我一样 这是猛天的假日 这边要跟朋友们去看看大阪的万圣节活动 那在那之前先来到通天阁 新世界这边 因为这边有在办台湾夜市的活动 结果到现场发现规模超级小 是利用饭店前的广场 很像原油会 人也很多 超傻眼的 比利坚 怎么看怎么可爱耶 万圣节活动是晚上才开始 在那之前呢 去在地居酒屋打发时间 氛围真的超local 有没有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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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料总力还蛮多的 下点也还可以 几乎都500以内 那餐点大多数是配酒的下酒菜 如果要吃饱的话 这边可能就不太适合了 有没有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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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界也有好多间像这样祭典的游乐场 感觉很好玩 外面这个我原本以为是捞金鱼 结果它是捞弹跳球 还蛮特别的啦 接着我们就来到美国村 看看大阪的万圣节是怎么样的吧 市民的三角公园聚集了好多人 饭中的人也很多 好可爱 好可爱 五十年 大阪的万圣节 肚子超人也好合体 哇 来 哇 哇 小孩 一群人離開美國村 決定換到新宅橋那邊 看看是怎麼樣的 也弄了就一直遇到奇奇怪怪 這種活動千萬不要一個人來 要注意安全啊 我個人覺得 間諜家家就得安妮雅 只剩小孩伴比較可愛 到龍橋這邊突然人潮變好多 但是伴裝的 幾乎都是外國人之多 日本人可能就看熱鬧吧 我也不知道 覺得自己還是不太適合這種氣氛 超累 趕緊回家 趕緊回家 比賽 他們是未來的 旅行 要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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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